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今天受访在针对举债议题说 举债做建设要让人民有感 新北市一直原地踏步 新北市府副发言人叶元之则在脸书发文 反批陈景俊的发言是何不实肉迷现代版 记者齐荣誉摄影分享 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卓在脸书批评建设举债问题 最该骂的是新北市长朱立伦 今天受访在针对举债议题说 举债做建设要让人民有感 新北市一直原地踏步 新北市府副发言人叶元之则在脸书发文 反批陈景俊的发言是何不实肉迷现代版 陈景俊今天受访表示 若现市无限制举债 却又看不到人民有感的重要建设 恐会占留子孙应该要彻底检讨 他并以新北市桃源市做比较 指桃源市有进步 新北市却一直原地踏步 对此新北市府副发言人叶元之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古有进会地听闻有人没饭吃饿死 说何不实肉迷今有都景俊几几万千宠爱于一生的台北市当高官 却批别的县市为何取债那么多 叶元之写道 过去台湾这个母亲的乳水已经不成比例的多给了台北市 陈副市长批评其他县市的做法 就像有一个哥哥获得爸爸赠送一栋房子 却笑弟弟怎么会有房贷 陈副市长只看举债数字就来批评新北 以为台湾其他县市都和台北市一样资源丰富 这就是一种合不实肉迷心态 搞不清楚状况 叶元之脸书帖文提到 台北市资源丰富 各项重大建设大都完成 新北虽深格 人均中央统筹分配款 却相对其他县市来得少 县政推动各项重大公共建设 当然需要举债来支应建设经费 希望台北市陈副市长多做功课 搞清楚状况后 再来批评 要解读举债数字 还要看都市的发展历史与当前时空环境 更需要专业与同理心 不是那么容易的 台北市副市长陈景峻今天受访在针对举债议题说 举债做建设要让人民有感 新北市一直原地踏步 新北市府副发言人 叶元之则在脸书发文 翻批陈景峻的发言 是和波石肉迷现代版图翻设 叶元之脸书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